各位朋友 我買了一個新大包 就是目前的這個綠大包 那為什麼會買新大包 因為新大包比較大 而且是上鮮蓋 我之前的二代黑包 是比較小一點的 比較小的是這個 厚厚開蓋 其實我常在裝一些 比較多的 餐點或是商品的時候 我都覺得那包不夠大 就會有點困擾 那後來就看到這個綠大包 空間蠻大 所以我就覺得我好像應該 來買個綠大包來使用 所以我就考慮了 考慮一陣子 那就買了 我這上網買的這樣子 當然這個應該是 一些新人就拿到包包之後 然後就上網賣掉 怎麼樣我也不曉得反正我就上網買了一個 這個包包呢 那這個空間真的是非常大 大的很棒為什麼 因為它連我的腳 它這個電池都可以放進去 而且只佔了一個小角落 那這對我來說 其實這幫助很大 因為我這樣子 我就可以就是 帶了一顆 就是把電池放在這個大包裡頭 而不是需要再放在我的大籃子 就是前車籃 因為我放前車籃的時候 其實我的龍頭會變比較重一點 那有時候其實騎乘起來會比較 就是比較不穩定 那我現在就把它 就是放在這個大包裡頭 這樣運載的話 其實也會比較穩一點這樣 還不錯 還不錯這個大包 這個綠大包 我原則上是滿意的 不過我的腳踏車 今天今天下午 就是送到我朋友 那邊去修 因為我的這個後胎 我的後輪胎的那個胎紋已經磨平 然後那個防水線都已經沒有了 那其實下雨天騎會非常危險 其實我已經好幾次下雨天的時候 差點滑倒 那我想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 就是騎去修 那因為換那個胎 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朋友那間車行 又很熱門 為什麼 方圓 好幾公里只有他一間腳踏車店 所以只要騎腳踏車的人 都會往他那邊送 只要我壞掉 我就想辦法牽過去 然後讓我請他們修 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 那我就 就只能夠等明天去把車騎回來 所以我才把這個新大包 這個綠大包 把它跟我的二代包 然後做個更換 那其實這個 其實我發現這個綠大包 其實有很多還蠻不錯的一些功能 包括這邊 不過這也可以塞一些宣傳品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樣可能這個Uber East 他們當初在設計這個大包的時候 有做一些這樣子的想法 我也不曉得 不管 另外也有發現 這個綠大包 它其實也是可以後開 這樣 它其實也是可以後開這樣 不過這個東西就是看個人 因為我是覺得上先 上先是比較輕鬆 大概是這樣 也比較順手 不輕鬆 比較順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只是就是 介紹個綠大包 好 各位朋友 我來我朋友這邊取我的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胎紋是新的 就這個 之前我都磨得非常的平 下雨天很危險 那現在就換一條胎 比較沒什麼問題 好了 準備把綠大包 換上來了 要把這個二代黑包換掉 給大家看一下 綠大包跟黑包的大小 多出這一節 那當然我們有把它拍得很正 這樣 多出這一節其實差很多 然後高度的話 高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啦 主要是前後長 好 開始動工 好 那二代黑包已經拆下來 現在是要把這個綠包放上去 那 我之前有在蝦皮買一個這個鐵架 那這個鐵架對二代包來說是有點大 對綠包來說是剛剛好 這樣子 那我剛看一下剛剛好 不過 大家有看到我這個鐵架是歪的 因為我之前 車子有跌倒 然後撞到鐵架 那撞到鐵架 其實我這邊的固定也斷了好幾條 所以它整個是歪掉的 那我是目前不打算去處理它 因為 這個鐵架是比較輕 所以比較好處理 那我裡面其實有一個比較粗的鐵架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會增加整台車的重量 所以就不用那個 我繼續沿用這個 不過我會把鐵架重新綁 先用這個束帶綁 束帶的東西斷 所以我去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綁水管的 可以綁在這邊 這樣 這邊只要綁一支 就夠了 好 好 那我後來我是鎖 鎖兩支 鎖在前面這邊 那 就是 有需要這樣處理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鎖兩支就很穩了 因為它這個格子跟我這個 這個後架的格子沒有辦法match 所以我就沒辦法後面也鎖一支 所以我後面還是得用束帶綁這樣 所以這幾個地方還是要用束帶綁一下 好啦 那麼我目前是這樣綁 一二三四五六七 總共這七個束帶點 這樣 那我用交叉綁這樣 然後再加上前面這兩個 這個 那個水管鎖 非常的牢固 非常的牢固 這就不會掉了 那 極有可能會掉的就是大包掉下來 嘿嘿 接下來鎖大包 各位朋友 現在是4點半 4點38分 我已經上線了 人在這個天翔路這邊 天翔路這邊 今天悶悶的 希望晚上不要下雨 因為今天呢 有點想跑晚一點看看 那我上禮拜五 其實中暑 外加鼻炎發作 所以我禮拜五沒有出去跑 禮拜六禮拜天又有事 所以都沒有出門 這樣 所以就今天啦 今天拼拼看 然後呢 我這個 週日的這個燙次 數量呢 降低了 因為我這個五六日嘛 反正都沒有上線 所以我也沒有看 那我就沒有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我的這個燙次 到底是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剛剛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才大概看了一下 我的燙次已經被下修了 喔 沒錯 30趟喔 DJ30趟 那DJ30趟 這樣就很好跑 這樣就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就鬆鬆的跑 今天呢 要跑出30趟 當然不太可能 反正瞬急上 唷 我的開式單到了 各位 哇70塊 70塊70塊 看一下啊 3公里 好可以啦 因為它是兩單 夾一單 然後取餐加送餐3公里 好接 各位朋友 我開始了 各位朋友 10.9公里啊 真的太誇張了 去掉 哇各位朋友 我剛剛接了兩單 預約單啊 就是客戶有預約啊 黃燜雞米飯兩單 一單 預約7.05分 一單 預約7.28 結果呢 系統派給我的時候 已經7.25 還是26了 我有忘記了 反正我都取了餐之後 就趕快送送送 那7.05分的這個呢 我送到它手上已經7.40多分 嘿嘿嘿 不知道系統到底是 怎麼樣齁 不過我認為啦 這個也是齁 今天沒什麼司機的關係啊 今天沒有什麼司機 基本上來說 就預約是無效 好好玩齁 真的是昏倒 然後剛剛有送一單 那個客戶背書要我 把他的餐點 掛在掛溝上 就有客戶點賣當勞 各位朋友 賣當勞 然後沒有買袋子 因為我掛在掛溝上 那我本來就有習慣齁 就是 準備飲料小袋子 對我來說 方便送 那他的玉米湯 我就放小袋子囉 那他的餐點怎麼辦呢 我就幫他的那個紙袋 鑽一個洞 我有拍照片起來 可以給大家看 我紙袋把它鑽一個洞 然後把它掛上去 沒辦法啊 點麥當勞 然後不買塑膠袋 然後又要掛掛溝上 唉唷 也只能這樣子啊 唉唷 好啦好啦 我要專心去取餐 老地方 老朋友 Subway 各位朋友 我在這個 農安街 跟中山北路這邊交叉口 請問意思 旁邊 我剛剛是送完我手中的最後一單 然後 今天我算是非常佛系的跑 佛系到什麼程度呢 幾乎都沒有斷單 應該講說我幾乎都沒有怎麼挑單 那系統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啊 就是 一隻無縫 真的是一隻無縫 那現在是10點25分啊 沒錯 我今天跑超晚 因為我想說 我想試試看 就到底這個系統 今天這無縫 可以無縫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已經過了晚餐時間 然後接下來已經進入宵夜了 是不是還可以這樣依然 依然是這樣無縫 哦 系統依然給我無縫 我今天跑了 31燈 然後把我的假日標 假日標這個第一標 這個 30燈 這個燈獎600 660 是不是660 我再確認一下 沒錯 660塊也拿到啦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恐怖啊 就我自己覺得 4點半開始跑 4點半 5點 4點半 5點半 5點半 6點半 現在頭腦有點昏昏的 4 5 6 7 8 9 10 然後往回推一個 今天算是跑6個小時 還不到6個小時啦 算了啦 6個小時 因為是10點半 所以算6個小時 那638 實行300塊的要求的話 他們就是 其實達到了啦 這樣子 不過其實我今天真的是 都沒有預設任何目標 反正就是佛系亂跑 單呢 看來系統有給單 然後我就接 然後無縫一直接接到現在 其實呢 其實我剛才鋸掉兩單 因為我想說 我就真的就跑最後一單 不要再跑下去了 所以 那個時候呢 我在送最後一單的時候 系統又進了兩單給我 都被我鋸掉 然後送完最後一單 趕快下線 不然系統應該會繼續丟單給我 所以我今天跑的成績 讓我覺得非常的滿意啊 禮拜一嘛 就努力跑 然後這個大箱 我換了一個這個新大箱 我也是非常滿意 今天用的非常滿意 我這個大箱空間非常的大 今天我在裝 裝 這個 因為今天我有兩次還是三次 我是夾 夾單夾到三 我就是 這邊就是放一放 真的是順順的 放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綠大箱真的是很不錯 應該早點換它 應該要早點換 因為之前我用那個二代黑包 那實在太小了 藏在那邊 天啊 這個單太大 然後我就得鋸啊 什麼的 那我今天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都不用鋸啊 反正把它接接起來就對了 喔 好 那今天也其實算是一個測試啊 那 我想測試到底禮拜一 可以就是 可以無縫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真的讓我相當的驚訝 其實假設我要繼續跑的話 系統應該會繼續給我答案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應該會至少給到12點吧 因為店家差不多夜市休息時間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麼廢話不多說 其實也晚了啦 覺得是 今天真的是測試啊 跑得有點晚喔 這樣子 好啦 那我要回家 明天繼續